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慕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放下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作者知秋,让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本不必如此沉重 所有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事情也终会过去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小故事 自愿里新来了一位小沙迷 他对什么都非常的好奇 秋天的时候,禅院里红叶飞舞 他连忙跑过去问师父 红叶既然这么美,为什么会掉呢 师父一笑 因为灯天来了 树撑不住那么多的叶子 只好舍去一些 其实啊,这不是放弃 是放下 人的痛苦根源 往往是支撑不齐 却不愿意放下 放下是非,才能自在 放下过往,才能把握好当下 放下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一,放下负担 轻装上阵 《风雨哈佛录》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 放下负担,让它过去 这样才能继续前行 手机会因为内存不足而卡顿 人亦是如此 若压力超过身体的负荷 则容易被压垮 知乎网友娄小叔 讲过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 他在一家小的广告公司上班 需要时不时的跟客户联系 一开始,见客户是前辈带着他 慢慢熟悉后 便让他一个人去跟客户对接了 因为经养不够多 在与客户对接的过程中 他出过几次差错 单位领导得知后 非常的愤怒 上来就对他一顿大骂 甚至还当着所有同事的面 数落过他 这让他非常的难堪 网友心里的负担也日渐沉重 与客户沟通时 变得十分谨慎且拘束 然而越是担心被骂 他就越容易出错 渐渐的他开始自我怀疑 害怕沟通 精神长期处于焦虑的状态 一年后 他从原公司离职 进入了另一家公司上班 在新的环境里 他才慢慢放下原有的心理负担 且在学习与实践中 与客户沟通 不仅不再让他觉得有压力 还帮他获得了更满意的工作 看过这么一句话 人生最大的障碍不是困难 而是自己的内心 每个人的身边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人 因为他人随意的一句评价 就寝室难安 把事情的结果看得太重 整得自己彻夜不眠 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陷入深深的自责 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不如试着放下所有的估计 只有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累 给心灵减负 轻装上阵 才能够走得更远 二 放下抱怨 坦然面对 在人世间里 六小君子 中国庆的妻子吴倩 虽然气氛不多 但给观众的印象 却是十分的深刻 吴倩刚嫁给萧国庆的时候 生活水平跟身边的亲朋好友相比 差不了多少 而多年之后 国庆却是六小君子中 混得最差的那一个 吴倩见丈夫不如别人 心里很不平衡 抱怨之心便由此产生 当着国庆的面 吴倩常常抱怨他没有本事 养不了家 当着孩子的面 吴倩教训道 如果不好好学习 将来就跟爸妈一样 没地方住 就连好不容易 一年一次六小君子餐桌上 吴倩也是满满的负能量 当着众人的面 唠叨不停地说着家里的糟心事 国庆听不下去了 就跟吴倩吵了起来 聚会也因此不欢而散 反观周炳昆的妻子 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 日子过得都很艰难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周炳昆在外忙事业赚的钱不多 郑娟却没有嫌弃 反而还安慰炳昆 说只要平安就好 大儿子好不容易考上清华大学 却因为意外在他乡去世 这事还没有缓过劲来 炳昆又因为失手杀人 入狱九年 面对不堪的人生 郑娟说 有难处的人多了 别人都能过去 我郑娟也一定能过去 故事里的结局 郑娟逆袭成面馆的老板娘 生意红红火火 一家子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 古人云 人生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 不是得到的少 而是抱怨的多 事物的好与坏 往往取决于 我们遇事的态度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 你若抱怨 处处可抱怨 你若成长 事事皆可成长 习惯抱怨 是一种灾难 坦然面对 是一种良药 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遭遇 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不如放下抱怨 我们搜索的每一步路 都是向上的路 三 放下悲伤 拥抱快乐 人生这条路 常常带着伤 也带着痛 有一些是难过 而且难忘 但是当我们阅历 事事无常之后 才会明白 消除痛苦最好的方法 不是遗忘 而是放下 在英聚 唐顿庄园中 几经波折之后 马修和马丽两个人 终于修成正果 结了婚 可是天公不作美 在马丽生子之日 一场车祸 带走了马修 让相爱的两个人 从此阴阳相隔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马丽整日沉浸在 失去马修的痛苦中 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 就连幼小的孩子 也无心好好地照料 奶奶不忍心看着孙女 一直这样消沉下去 于是直接找到 马丽对她说 你面前有两个选择 你必须做出决定 是消沉必逝 或者是积极生活 这番话点醒了马丽 她慢慢意识到 自己已经颓废了很久 并决定要有所改变 于是她接受了汤姆的建议 接受庄园的工作 开始新的生活 关于马修的记忆 她不是忘了 而是放下了 我们并非无所不能 当悲痛来袭时 难免会陷入其中 无法释怀 若将一个个悲痛 藏于内心 心灵就会饱受摧残 眼前是一片灰暗的世界 作家张丽杰说 我们要想举起未来 就得放下过去的包袱 轻装上阵 更加精神抖擞地去面对生活 生活总是有太多的猝不及防 让我们难以接受 放下生命中那些不能承受的重 接受事与愿味 让阳光照进心窗 才能走出黑暗 曾国藩有言 既往不练 当下不杂 未来不赢 人生要学会放下 慢慢人生路 有时候 放下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放下负担 脚步才能轻盈 放下抱怨 好运 才会相伴 放下悲伤 幸福 才会越来越向你靠拢 人生呀 本不必如此沉重 所有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事情 也终会过去 亲爱的朋友们 愿你修出一颗强大的心 拿得起 也放得下 让往事随方 爱恨清零 获得潇洒自在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与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往后余生 祝您幸福安康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